就是名稱 一個專管理基金會 它一個Hop level的發掘 它是以JUACA玩起來開發 那它的資料可能你知道 PETA BITE PETA BITE的各位可能還沒聽過 各位可能聽過 KIGA BITE 有啦 G啦 一G 那可能再早期一點就是呢 就聽到MEGA MEGA應該在 現在已經過時 MEGA 那基本呢 MEGA MEGA是10的6次方 16次方 所以一個GIGA 一個GIGA是1000個MEGA 就大概是10的9次方 PITE這個等級 那各位現在比如說 去買這個 手機 16G的 32G的PITE 就在講這個容量 像一般現在如果是手機 64GPITE 64GPITE就很大 而且很貴了 64G 這個G就是這一個G GIGA BITE 所以一個G是10的90萬個BITE 一個G是10的狀態 所以64G 事實上會出蠻多了 那下面我挑戰我 以我的今天大概輸好幾千張沒問題 上半算也全沒問題 這個64G的 如果出裝滿足夠的 好 所以現在GIGA基本上是滿足 比較滿足個人的需求而已 像說你的 中央影片 大概512G吧 或者是 再高一點 1000個G 不過還是G的等級 可以表達出來 但是你看我原家公司 就是要處理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這個User 每個User都有DR的要求 DRBITE的要求 所以它等級 至少要叫K-R-PITE 所以K-R-PITE叫T 1000個G就是T 事實上比較精粹來想是 1024G 是等一個T 只不過大市場大概就是1000 所以1000個T 1000個G就是一個T 就10了12是嗎 10了12是嗎 不過呢這個規模還不夠大 還不夠大 所以現在雲 雲端的處理等 至少都會到上DRBITE DRBITE的就是10了 10了12 10 就是1000個T 那我更大 所以如果有T過1T 你現在去買那個 買什麼 買那個 行動力點有沒有 行動力點大概就是有到1T 幾個T 大概已經有了 5個T 那雲端公司它處理的都更高一級 是到K-R-PITE K-R-PITE 就是1000個T 1000個T 那這不得了 這種單位無法想像 無法想像 那找一個比較早的 早期的記憶體 真的是小的可憐 我記得老師 老師那時候買第一台電腦 8086的電腦 我聽過了 那時候的 那時候我買一個硬碟 花了10萬塊 你知道多大而已嗎 20個Mega 快了10萬塊的電腦 裡面才20M的硬碟 我還算蠻前衛的 因為那時候沒有很少的電腦 很少的電腦 都是軟碟而已 所以他說 20Mega 你給你不得了 你看20Mega 這邊 20Mega 是20MB 那這個 現在是怎麼 多少T 所以這個進步 真的是很 10分 這個意思是非常驚人 那 所以這個量的確是非常大的 它屬純的量 我想很難去想像 一輩子的資料都沒有那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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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那個Google Google Google各位知道 Google它不是有在 有在這個裡面的空間上面 它有的數據在掉 我每天給你增加多少 增加多少 增加多少 再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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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了一輩子也不會加到一個D 我跟你講 它那個跳很慢 但是你覺得它 一次稍微再跳 那你要跳到一個D 還是很難 還是 還是要很久 一輩子跳不到 所以這個量子 剛剛讓你無話強調 這個幾次貓的量 這10的15次貓敗 這個是很大很大 好 所以 除以大事了 卡度 好 好 那整個雲端的 這個雲端的 這個系統的架構呢 會是很多電腦串在一起 會是很多電腦串在一起 那其中呢 會有一個叫Master 會有一個叫Master 就是類似一個 主控 主控的電腦 就是它來報告示 你控制下面的 一些Slavers 它一些一些 一些一些 一些附屬電腦 所以Master是唯一 那Slaver這一部件 塑造結構 所以現在 所謂這一部件說 如果我閒置電腦 就會把它加上去 它沒有要求特殊的結果 更易被固件 所以這是在 在這個 計算上 它可以這樣來做一個處理 好 那資料的部分也是類似 資料部分也是有一個Master 我們來叫NameNote NameNote 那管理這整個空間 那這些 這些 剛剛我們叫Slavers Slavers 那這裡 這個都可以當作NameNote 做 讀寫 這個讀寫 那 同樣的整個 檔案 整個資料工具的管理 也是靠它 而且只能有一個 只能有一個 只能有一個是 是這套系統 那不代表說 一般性能 都是只能有一個 因為 這個 畢竟是 它是一個 free的 比較 比較 free的一個 玩具 如果你要更大 規劃斷負財 一定要付費 而且 可能 這個 一般的這個 基礎 不需要到這麼多 所以 不代表說 一定整個一個 只能說這個價格 它 目前提供價格 那管理只有兩個空間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它 Harduk的 檔案空間系統 名稱 管理收容空間 可以控制對檔案的 補寫 好 那這邊也都可以控制 這邊也都是對檔案 可以補寫 可以補寫 好 好 那麼 同樣是在 Nexter 就好像 這個 主控官一樣 好像主控官一樣 那 我們 在執行工作的時候 它來 分開程序的時候 由它來發起 所以 所以我們說 又稱 Job Tracker Job Tracker Job Tracker User發起工作 指派工作 到 Task Tracker 分配工作 錯誤處理 有一個 也就是說 Mester 他是來 做工作的 方法 他可真 也可以處理工作 也可以處理工作 你可以處理工作 那 這個是 下一個就是 Sever User發起 Task Tracker 這叫做發起 Task Tracker 就是 Sever 又 運作 MapReduce的工作 MapReduce 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我稍後再講 它基本上就是 怎麼樣能夠快速的 做 處理好 我們要求的工作 我們稍後再來講 運作就是MapReduce的工作 管理處處 配合運算結果 可以有很多個 越多大速度 就越快 對不對 所以整個下落 是這樣子 整個下落 是這樣子 這是Mester 一個Mester 很多人都Sever 很多人都Sever 那Mester 跟Sever之間的關係 就是Sever 就好像是 Mester的下屬一樣 幫忙 幫忙 Mester 所 所要求的 這個 這個工作 做處理 還有呢 對這個資料 做 做 做儲存 全部由Mepad 搞不好 所以這個Mester 它這個 它叫做Trapper LandNode 跟DataNode 這邊都只能當DataNode 就不當LandNode LandNode 就是 打換中心 打換儲存 儲存的一個主管 的地方 那 PesterTrapper 就是執行工作的地方 那所以Mester 它本身也可以做執行工作的地方 它也可以是 分判JARP的地方 分判 控制工作執行的地方 所以 這個JARP Trader 跟LandNode LandNode 就只有Mester可以做 那其他PesterTrapper 跟DataNode 其他的Strapper 都可以做 所以簡單講 PesterTrapper 就是說 我可以執行工作 這些都可以執行工作 那DataNode 那我就說 我可以執行資料嗎 這邊都可以執行資料 但是 工作執行的總管在這裡 資料 除 除取的總管在這裡 就這樣子 就只有一個 中枝就是Mester 其他就是他的 WG 幫他 這個 存資料 直接工作 好 看一下 看一下 時間 可以 可以 可以把這個 好 不許有公典 我們再 進一步來看 Hadoop的一個 基本檔案結構 Had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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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名稱 分散式的檔案系統 Hadoop 這個名稱 分散式的檔案系統 對於大家的資料 可以對於大家的資料 進行 分析 提供用戶總體性 效果 效果的服務 基本上 這種系統 都比較習慣 處理大檔案 好 我們當然 來看一下 看一下 H… HTMS 有一點是什麼 這種檔案系統 有一點是什麼 第一個 它易處理大檔案件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它一個 PROG 所謂的PROG 就是我存取 的一個 基本檔案件 處理大檔案件 在Hadoop裡面 一個基本PROG 要入宿 內套代理 也就是說 縱使你的資料很小 比如說 你現在要存一個 兩天的 它對不起 我還是可以用一個PROG 來幫你存 就是這個意思 那個人 個人電腦的一個檔案系 我就沒有到PROG 那麼大的規劃 但是因為Hadoop是 雲 雲系統的一個 的規劃 因此它基本的PROG 就是會 又是PROG 各位 64Mb 如果 如果你自己寫過文件 假設 沒有放很多圖的話 沒有放很多圖的話 我覺得要超過10Mb 都很難 或者 如果你要超過10Mb的檔案 你的報告會超過10Mb 等於要貼很多圖 要不然1Mb就不得了 如果你是存分值 你要只有文字的話 應該1Mb不得了 因此 這是很大的一個空限 所以說 你如果檔案不大 那這個系統 它還是可以要這麼大 不要二台水 所以為什麼 它不適合儲存 不建議儲存小量 大量的小小文件 也就是說 如果你知道這個原理 你希望妥善的運用 雲的資源 你盡量把小小檔案 集合成大檔案再去儲存 你不要一個小檔案 處理一個 一個小檔案 處理一個 一個小檔案 處理一個 那你會讓它很多你的空間 對不對 你可以儘量結合起來 大檔案很好處理 那如果超過60Mb 它都會切的 這個系統就幫你切割 像你要處理一個引力檔 這個引力檔 我想 這個假設出力突變 大概要幾個D檔 對不對 它就會切 它就會切 好 那麼 高效率讀取 那我可以提到 硬體要求D 就它沒有特殊的硬體規格需求 那建議不要 建議RECRECT 要不要低 這一點是跟自己相對的 假如你出了很多小檔案 那就一直在RECRECT 這些小檔案 那就很大會 空間大會時間 因為它每一次 都是整個BLOB要出來 那市場你只能夠 2K或3K 或是100K 或是1Mb 它還是得要一次 自己60Mb出來 那這當然會讓沒有時間 所以有時候 也許甚至不會比你自己電腦還得快 因為你電腦就不讓你比較小 效率發揮一點 好 所以不建議求什麼比較小的答案 所以效果案 可以考慮結合成大檔案 可以求你 好 好 那個雲系統的出存的方式 我不用函度來取例子 為什麼說 我存在雲端 可包吹蠻大會的資料不太 並不見 有一個很大的雲 是因為 它會出了好幾個COPP 我們通常在 個人電腦裡面在存資料 有時候 除了自己會備份 好要不然它就出雲一份而已 但是雲的答案系統 以HOTOCO可以 你可以 它可以存在好幾個COPP 都一模一樣 好比說 我這個答案叫做 MyFile MyFile呢 這個答案的大小 需要兩個block 那假設就是 這個一個block 叫X一個block 叫Y 叫Y 那這兩個block X跟Y 構成這個答案 好 那這個雲系統 把這個答案除了三份 那這裡是一個例子 它們的往下加完處 因為 因為要存三份的答案 也就是說 XY要重複兩次 所以你會看到 有三份的XY 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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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好這邊有一個XY 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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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四部 就是不同的Beta號碼 也就是不同的電腦 不同的雲章裡面的一個Sever 不同的電腦 好 所以各位 你除了三份資料 最起碼 有一個很好的好處 就是什麼 我掉了兩份 我都還不擔心 因為我還有一份 對不對 所以資料的可怕度就高了 我重複兩份被破壞 兩份肉質兩份需要不見 然後重複兩份資料的狀況 我還有一份 它的可怕度比較快 這是第一個好處 安全可怕 第二個好處呢 假設我這三份資料都沒有壞掉的話 我的儲取真的很快 好比說 X在這裡有一份 Y在這裡有一份 X在這裡有一份 Y在這裡有一份 Y在這裡有一份 X在這裡有一份 Y在這裡有一份 假設我要同時出去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包括X跟Y 對不對 我可以這兩部電腦 這兩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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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送X 一個送Y 同時送出去 平行送出去 對不對 那速度當然 Growthory來講是加倍的 如果你是這個檔案這樣 從部電腦這樣抓出來 你要抓X跟Y嗎 X 刷板之後抓Y嗎 但這時候 我用了好幾盤 同時輸出你 這個S跟Y 所以我用一台電腦可以送Y 一台電腦可以送Y 一台電腦可以送X 所以同時送出去 這個效率當然是兩倍